第3052集 圣兽令顾名思义就是操控圣兽的令牌 这种令牌最重要的就是灵性 灵性的高低决定了能够将圣兽操控到什么程度 毕竟圣兽是八大家族的先祖留下的 所以后人想要操纵圣兽战斗是有条件的 一 拥有与圣兽主人同源的血脉 二 便是靠圣兽令进行辅助 三 为了保持令牌的灵性 八大家族都是将这圣兽令放在家族之中 特殊的灵权或是灵地之中保养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会取出 特别是带到家族之外 每次将圣兽令带出家族 就意味着灵性的大量损失 兄弟面在讥讽之色地看着叶辰道 叶辰 以我的实力确实可能杀不死你 不过今天死的依然会是你 他浑身灵力瞬间灌注到了手中的圣兽令时中 高鹤道 圣兽降临 圣兽令还有一个用途便是召唤圣兽 骤然之间 一道紫色光芒从天而降 瞬间落在了雄力身前 一道无比凶煞的气息充斥在天地之中 紫光之中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兽吼 下一刻 一只头生独角 身形庞大 浑身缭绕着毁灭气息的白毛巨凶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正是那角雄一族的圣兽 角雄 兽人族是继承了部分妖兽血脉的种族 而在魔地之中选取兽卵之时 基本上所有兽人都会选择 与自己的血脉最为亲近的兽卵 因为这样不仅方便培育 战斗时也能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 因此角雄一族先祖选择的就是这角雄 叶琛的神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这角雄的实力如今完全可以碾压自己 能够成为圣兽不是没有道理的 雄力面旁上浮现了一抹兴奋之色 通过圣兽令 他与那角雄有了一种心神相连的感觉 感受着角雄体内那澎湃的力量 他有一种仿佛能随手将苍穹拍碎的错觉 不过雄力没有沉浸在这种强大之中 而是宁笑一声 立鹤道 请圣兽将这该死的外族小子灭杀 角雄文言 贴了叶琛一眼 瞳孔深处隐隐浮现了一抹忌惮之色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朝着叶琛大吼了一声 一只充斥着巨力的雄爪 裹挟着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的毁灭道运 向着叶琛头顶狠狠地镇压而下 一道阴影瞬间笼罩在了叶琛的头颅之上 仿佛天塌下来了一半 叶琛死死地咬着牙 这一掌给他的感觉很危险 他抱贺了一声 强撑着身体 朝着后方飞退而去 叶琛的身法很快 可还是慢了一点 角雄硕大的指甲 如同巨剑一般划过了叶琛的身体 不仅将叶琛的胸膛划开 更是将其身躯狠狠地击飞出去 轰隆一声巨响 叶琛如同人形炮弹一般 将一座小山砸成粉碎 放在落下 这一次叶琛终于倒地了 他的胸口被彻底撕裂 看起来整个身体 差一点就要被直接撕成两半了 吴雄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在叶琛身下仿佛形成了一汪血池 雄力健壮哈哈大笑了起来 眼中满是狂喜与快意 这逆天的小子终于要死了 说实话 他很讨厌比自己优秀的人 光凭这一点 他都非杀叶琛不可 叶琛的目光逐渐暗淡了下去 可就在这时 其胸口以及丹田处的两道印记 同时一阵扭曲 仿佛活过来了一般 正是天妖与玄妖的印记 两道澎湃的生命力 自印记之中涌出 这两名妖族始祖的力量 彻底激活了叶琛体内 天妖血脉 与玄妖血脉的潜力 下一刻 叶琛眼中神盲大放 胸口的伤势瞬间愈合 他缓缓站了起来 面上杀鸡凛然 所有人都是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前一秒还仿佛濒死之人 下一秒直接站起来 这是不是幻觉 雄丽一时震撼了 但很快 他便猙獰一笑道 站起来了又怎样 叶琛 我招来圣兽的那一刻 你的死亡便已经注定 他手中的圣兽令 金光一闪 逼喝道 圣兽 给我杀 那小熊仰天大吼 其独角之上毁灭之力凝聚 一道漆黑闪电 凭空浮现 就要朝着叶琛击射而出 闪电之中 蕴含着令人心悸的能量 这一击 显然比那熊掌更为恐怖 这一次叶琛还能挺下来吗 实际上 叶琛能活到现在 已经是奇迹之中的奇迹了 可奇迹不能无限 就算在这一击下 叶琛活下来了 可是下一击呢 下下一击呢 叶琛凝视着那头角熊 缓缓地举起手中的煞箭 体内灵力开始运转 此刻 叶琛与角熊就像是两名决斗者 要以一招定胜负 焚生死 叶琛深吸一口气 煞箭之上的星光越来越亮 出手在即 可角熊独角上的黑色闪电 却是提前凝聚而成 就要对着叶琛轰击而下 熊丽以兴是疯狂大笑起来 可怜虫 运气也不站在你这边了 你的最后一击 没有机会打出 就要死了 那两名女性受人摇了摇头 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 角熊家的一众长老 亦是面带冷笑 只有熊奇 这名孩童 无比专注地凝视着叶琛 眼睛里有光 他对叶琛充满了期待 就在这时 那黑色闪电 将发未发之际 一变突生 一道无比惊悚的妖气 瞬间自叶琛体内爆发而出 席卷了整片天地 叶琛之前一直在隐藏 压制着自己的妖气 而现在却是毫无保留的爆发 而周围那些拥有 妖兽血脉的兽人 不论是怎么看待叶琛的 心中都是涌起了一种 想要对叶琛 臣服膜拜的感觉 熊丽眉头一皱 好强的妖气 简直是他生平警戒 生活在灭兽狱 他见过的高等妖兽 也不算少了 可从未见过 拥有如此精纯妖气的存在 但熊丽有些不明所以 叶琛为何要在此刻 爆发妖气呢 忽然间 熊丽面色一变 仿佛想到了什么 朝着圣兽脚熊看去 果然此刻 那脚熊竟是被叶琛的妖气 完全震慑住了 他的眼中浮现出了 浓浓的惊悚之色 那是来自本能的恐惧 脸拥有部分 妖兽血脉的兽人 尚且心生敬畏 何况是纯粹的妖兽呢 即便这脚熊血脉不俗 但在天妖玄妖 这等妖族十足的气息面前 依然只能臣服 一时间 那脚熊竟是僵在了原地 无法对叶琛出手 不过短暂的震惊之后 熊丽便是面显讥讽之意 冷笑道 叶琛 何必垂死挣扎 就算靠妖气震慑住了 胜兽一时 又如何 这种震慑总会失效的 而你只是在延迟自己的死亡罢了 毫无意义 不是吗 在她看来 叶琛已经没有任何的翻盘机会了 可叶琛却是没有理会熊丽 她的双眸死死地锁定了脚熊 而后手中长剑一动 熊丽瞳一缩 叶琛竟然还有战斗能力 下一刻她低喝道 懂着 这一次不仅是圣寿令 脚熊家的长老 也一并带来了 刹那间 三名修为还真静的中年人 同时出现在了叶琛身旁 手中各线兵刃 对着叶琛狠狠杀剧 面对这几人的攻击 叶琛却是不管不顾 一道璀璨星河 在煞剑的剑锋之上闪耀 与此同时 妖气震慑 似乎也到达了极限 那脚熊终于恢复过来 其嘶吼一声 独角之上 黑色电芒再现 就要对着叶琛轰击而去 熊丽的嘴角之上 扬起一抹冷笑 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 再次放松下来 方才叶琛的一击 已经被脚熊的电芒所镇压 虽然她看不到 叶琛是通过什么办法 从那一击之下造成的伤势中 瞬间恢复的 但是这也依然无法改变 叶琛的见光 不敌脚熊电芒的事实 也就是说 这一次 受伤的依旧是叶琛 而她总不可能 无穷无尽地恢复吧 赢的终究还是她雄力 就在这时 一道璀璨星河瞬间浮现 众人的瞳孔都是一阵刺痛 不知为何 这一次夜晨展出的星光 竟是极其的耀眼 比之先前明亮了数倍 几乎是同一时间 黑色电芒同样爆发 两者的攻击骤然对撞 仿佛两个宇宙 互相轻压一般 可很快 雄力以及那一众 正在疯狂地攻击着 叶寒的长老们 面色都是瞬间改变 雄力更是直接嘶吼道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一次 星魂展竟是将脚熊轰出的电芒 瞬间击溃 朝着那脚熊呼啸而去 脚熊瞳孔一缩 似乎想要躲避 可他的速度再快 又如何快得过 已经到了面前的剑光呢 这一剑狠狠地 斩在了脚熊的眉心之处 轰隆一声巨响 无比凄厉地售后 响彻天际 一阵血雨当空挥洒 是那脚熊的鲜血 航大的身躯 宛若青岛的小山一般 颓然倒地 只见其眉心处 鲜血淋漓 那根独角 被叶尘直接砍碎 头骨破裂 连脑浆都流出来了 这无比威严的圣兽 此刻却是无力地 躺倒在地 奄奄一息了 他的目光扫过那名 站立在其身前 俯视着他 浑身鲜血 宛若血海之中 走出来的一般青年 兽目之中是畏惧 叶尘这一剑 竟是瞬间将这巨兽击败 在场众人 根本无法理解 叶尘是怎么做到的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